字幕提供 今天開箱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Panasonic的DMW XL11 是甚麼呢 其實現在 很多其他品牌 例如Sony 都有出過一些 給相機用的 一個聲音輸入的裝置 因為現在在外面 你會看到一些 用3.5mm 即是用耳筒 的 輸入的一些端子 在相機那裏 其實一些專業的機器 就會用一些Canon頭 類似別人的Mixer 彈結他用的 一個圓形 有三個孔的電線 的聲音線輸入 如果那些有好處 就是可以 幫一些 收音的產品 加上電 就不用在咪 那些要自己入電 那就比較好用 也是比較專業的 產品 現在終於到了民用機 市場了 而這個東西 就是專門針對Lumix Lumix G的 最新的GH5 Panasonic相機 才有的 因為它是 這個Hot Shoe 是有特別的Hot Shoe 可以 給到這個電 還有可以有訊息 有數碼訊息 這個XLR1 就是針對這部機的 特別的一個裝置 是用來給你用 一些漂亮的 應音輸入 其實之前一直都不會有 Panasonic 現在就有了 我們可以 拆出來看 因為這個是 購買自日本的 因為 香港的行貨 都現在還沒有 我們可以拆來看看 好 拆了很奇怪 反而會有很多 這些 簡體字 的內容 證明 香港是 特別遲 好 裡面 有說明書 滿簡單的說明書 因為 由於 它是 日本的 產品 所以 它的說明書 都是 只有 日文 但是 香港人 很容易看一看 因為 這麼久了 好 拆開裡面 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布的刀 那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拆去看看 是魔術貼的 好 裡面 就是這個 這個 好 裡面 就是這個 XLR1 這個 中國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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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製 5目 那就是這個 這裡有電子 那 就有 有些 電掣 在這裡 那就是我們 傳送檔案的 好 而這邊 這裡 就有 一系列的聲音 的選擇 包括 咪 In Line 加48 那就是什麼呢 這個 加48 那就是代表 它是 可以 錄這個 給一個電 給一些數碼產品 的 即是給一些咪 的 給電給咪 那這個呢 就是有些 叫Low Cut 就是 針對不同 Herts的音頻 可以 低過這個音頻以下 就可以剪掉 那就是 用來剪掉一些 冷氣機的聲音 那些就比較 成功一點的 那這個就是Gang 那就是 針對不同的 輸入 那可能 一來已經加了 20的再扭 那些聲音 就會大聲一點 例如第一 一如切就大聲一點 那這個就 一如切就小聲一點 那方便 靈活地使用 那這兩個都是一樣的 因為針對 Input 1和Input 2 為什麼呢 後面這裡 其實就有兩個 輸入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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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個 這樣就可以方便 實際使用了 那這個頂 就還保留一個 Hot Shoe 給你用來做什麼 就是用來鑊 閃光燈啊 或者是鑊其他 例子 通常不是鑊閃光燈 那些人是用來鑊無線咪 那些東西 因為這個是沒有端子 沒有Connector 那就是說 其實有好有不好的 就是你用得這個拍攝 就不會用到 視網椅子 也很正常的 那所以 這個位置 就純粹是用來 真的有一個Hot Shoe 給你用來 鑊其他的 音響產品 這樣而已 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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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裡 這裡也有 可以調整 而這裡 就有選擇 Input 1 和Input 2 的 channel 那就是 要不就是兩條 都是Input 1 就是左右兩條 channel 就是你進入了這個之後 你進入到電腦的時候 就是兩條都是Input 1 要不就是Input 1 要不就是Input 1、2 那就是說 但是呢 真的好像 進入了兩條 就是左邊二就是1 右邊二就是2 那這個ALC 就是Auto Level Control 應該是 那就是可以 自己調整聲音的level 由電腦自己決定 那就不用自己人手調整 但是這些 又好又不好 是啊 就是 都是根據需要的 可能有些懶點 可能會用 但是通常專業都不會用 都是用這個多一點的 而實質上呢 那如果這個這樣 可以怎樣用呢 好 那 就加上 GH5 GH5 這部機 那就可以 那這裡呢 就有個 這個有個HOT SHOOT 那就是針對 就是這個 這個 Adapter用 還有Contactor 有四個 那呢 直接呢 就可以把這個 這裡呢 還有一個 線勾 那這個線扣 那就可以把那些 你的Wireless Mic啊 或者是 Shocker Mic 那些線扣在這裡 就不會吊吊吊的 這樣掉下來了 那這個呢 就可以插進去 那插進去 那插進去之後 這個就鎖住它 這樣呢 那 開機 那它會發覺有電的了 就會立刻上燈了 因為呢 你這個東西是沒有電 是靠相機的電 來給電 所以它才有這個 XLR呢 剛才說呢 就是可以給 48W電 就是Phantom Power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來自相機電 那 也可能會變成 沒那麼耐用 那這裡呢 就會變成 XLR的 端子輸入 的聲音顯示 然後就變成了 那呢 在這個 裡面設定呢 還有可以選擇 可以關掉 關掉 關掉了 就沒有燈了 那開啟呢 有什麼選擇呢 有16bit 48Hz 24bit 48Hz 和 24bit 96Hz 即是高清音音 的版本 那這個就跟普通的 那這個就是真的 可以調到比較高的 設定去錄音 就會 就會可以錄一些更高解像度的 聲音 那當然 你有相關的 麥克風和 相關的 器材去支援 才可以錄到 這個這麼高質素的 聲音 那 而錄了之後呢 這裡的設定 也都會變成 變成 XLR 916 24 的 這個 Channel 1 Channel 2 那是比較 比較有趣的地方 來的 好 所以呢 這個產品 是很值得推介給 所有使用 G H5 的人使用的 由於它現在這樣可以 插到這個 聲音輸入呢 那就是代表著 它是可以 加上它錄影 G H5 錄影 是沒有時間限制 它可以徹底代替到 一些大機 的用途 尤其是可能拍 一些長時間的 Event 其實這個 還可以有聲音輸入 其實已經完全代替 所以其實大機 反而可以放在一旁 那所以呢 這一部 是直接 是很值得 去推介給 所有使用 GH5 的用家 使用的